美空军计划扩大B-21数量至180架远远超出美军所需 司令称不给对手获胜机会 仅仅关注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 美国空军的一位高层正在寻求扩大B-21的早期计划 该计划要求在原有计划上再增加80到100架轰炸机 也就是说 加上美军早期计划的数量 B-21突袭者轰炸机的数量将达到150到180架 180架显然大大超出了美军所需要的标准 但是随后 另一位高级领导人德普图拉表示 这数字是在可能性范围之内 生产计划目前也正在顺利进行中 值得注意的是 在谈及这一计划时 德普图拉表示 在冷战时期 美国削减B-2轰炸机的生产数量 他敦促美军军方不要再犯冷战时期同样的错误 言外之意 增加轰炸机的数量才是对美军正确的决定 为此他给出的理由是 敌方防空技术的发展 以及敌对主要力量的军事现代化 推动了美军对B-21的需求 事实上 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 美国人给B-21的定位可以证明 这其实是一款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资料显示 B-21项目宣前的名称是远程打击轰炸机 美国空军要求其能从美国本土起飞 在数小时内打击全球任何一个目标 在载弹量上 B-21一次性可张在十吨弹药甚至更多 随着现在境界制导弹药的小型化 这一载弹量对于战时需求来说 绰绰有余 一旦这180架B-21形成规模后 可以游刃有余的 在战略任务和战术任务之间切换 并能够快速的部署到美军海外的军事基地 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 美空军少将普莱斯就曾表示 B-21一经问世 不仅可以提高美国空军的核打击能力 同时还能对世界各国进行有效的核威慑 这也相当于B-21是美国进行核威慑暗示的新武器 早在去年美国空军就曾用B-2轰炸机 对其新型多功能核弹B-6112炸弹进行了测试 结果表明 由轰炸机携带的炸弹具有攻击地表以及地下的能力 就了解 干枚核弹的爆炸范围可达500多公里 爆炸中心直径4公里内 永久性无法生存 100公里内毁灭性打击 毫不夸张的说 这样的一枚核弹足以毁灭两个大城市 未来比B-2更险景一带的B-21轰炸机 无疑将会携带这种毁灭性核弹进行战斗 这也印证了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的一句话 美国不会乖乖坐等常规战争开打之后 才会考虑核威慑 不给对手任何获胜的机会 也就是说 美国很有可能会率先使用核威慑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 我国军事观察员杜文龙也表示 美国的核大棒越护越卖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4 nationally finden问题 感谢观看